就是王力宏他认了跟李静蕾八年的婚姻结束之后 李静蕾沉急了两天 在昨天深夜PO出了五千多字的长文 而且是一个毁灭式的长文 他爆出他们离婚的一个内幕 他表示说在婚前就被迫签下不平等的协议 不但房子登记在王力宏的名下 就连车子也是登记在婆婆名下 甚至还遭到王家人的忍包力跟羞辱等等 再来还要关心的是李静蕾在这一篇的长文之中 还控诉王力宏他的私生活很混乱 跟人妻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那么就被网友影射是不是徐若轩呢 那么徐若轩昨天晚上被影射之后 说是当事人他也紧急发出声明驳斥 他强调说要叫大家撤回不当的一个报道 否则可能会进行提告 那么相关的细节要请沈锦阳告诉我们 好的艺人王力宏前天证实和老婆李静蕾 结束了八年的婚姻 不过17号深夜李静蕾突然写下 五千多字的毁灭式长文 控诉王力宏私生活混乱 当中还提到他爱宁人妻过从甚密 李静蕾控诉王力宏的长文当中 写到说有一个女生自己已婚有小孩 还要你跟他一起骗他老公 你们的过往让我感到不舒服 因为你们在我们婚后的相处 女生对你是各种撒娇勾引 你也是热情回应 如果坦荡真的不用要你骗他老公 甚至明知违反法规 也要飞奔去他家找他聚会 被网友质疑是今年9月 王力宏违反自主管理和徐若萱等好友聚餐的事情 意思似乎是暗指徐若萱 不少网友也灌爆了徐若萱的脸书 对此呢 徐若萱在凌晨2点54分紧急发声明否认 写下对于今天媒体未经证实影射 或是以不时的爆料方式影射徐若萱 以及网络网友恶意诋毁攻击的发言指控 经纪公司将代表徐若萱要求撤回不当的报道和发言 否则一律诉租法律绝不宽待 只是网友不买单仍然灌爆了徐若萱的脸书 以上毛消息 时间先交还 而王力宏被李静磊用毁灭式的po文痛结两人离婚的内部之后 王力宏优质的偶像形象现在也彻底崩坏了 但是他前天晚上才出席大陆广州的汽车代言活动 但是现在因为这个po文短短的30个小时 这个品牌就紧急宣布要跟王力宏终止合作 那么呢会不会针对王力宏来进行违约的求偿 还要在了解当中 但如果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讯息的话 可以扫描旁边这个QR Code 连线到TVBS新闻网 可以帮您一手掌握 而持续针对这个日系车品牌 跟王力宏终止合作的详情 要连线给敏真 好的主播 画面上看到的是王力宏离婚后首度现身的场合 时间地点是16号在广州的一场活动 当时他是以上千万的价码 替日系汽车在大陆区代言 不过就在这之后 王力宏的妻子就发了5000多字的长文 控诉王力宏劈腿冷暴力等行为 让王力宏出道以来的好形象受到了重创 现在这家才宣布和王力宏合作的厂商 也在18号的凌晨在官方微博宣布 即日起终止与王力宏的合作关系 有网友算一算 王力宏和车商的合作关系只维持了30小时 因此有人戏称是日抛代言人 在车商开第一枪以后 也有人分析 王力宏除了失掉代言费 也可能遭到求偿 后续很有可能还有各种代言或相关品牌活动 相继跟进 封杀王力宏 以上是最新讯息 请支持TV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